咱们都好好安排安排 就地过年 也一样可以年味十足 对 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防疫 你想我们这一点付出算不了什么 在抗疫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说的没错 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都能收获到大家的理解 支持和鼓励 可偶尔也会觉得有些委屈 最近发生在贺龙江随话的一幕 让不少网友心里是酸酸的 一位防疫工作者是被骂哭了 但是有一幕特别感人 上一秒还在泪流满面不停地抽气 下一秒又打起了精神 接听求助的电话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 谁家 谁家 他玩了一几的 刚才给大家分个手 他吓了就 他们给他家安排线了 老爹 你咋的老爹 没事你说你什么回家了 然后回家别开门 那鞋子剪毛完了 把鞋给你买鞋子送去 这段画面发生在1月27号的黑龙江 随话青钢舰的建设社区 网格远高红颜 按照当地的疫情防控要求 给一位四密接者的家 安装红外线的监控 可是对方并不理解 那位男性居民有点压不住火 情绪激动 说了一些过激的话 但是他的母亲非常理智 还安慰了高红颜 孩子你别跟他一样 高红颜非常委屈 处理完事情之后 就在小区之外 找了个背机的地方哭 发戒一下 一边哭 一边接到辖区之内的隔离人员 需要生活物资的求助电话 他又马上调整情绪 帮助隔离人员来解决问题 这一幕被他的同事拍下了 事后高红颜也回忆起了 当时的心情 我们来听一听 可能是这段时间 我们的辛苦付出 然后一下子被大家不对理解 然后堆积了很多东西 就这样的一下爆发了 我没有同事录下来 我没想到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有医护人员和我们在一起 都想当当面去哭 把人员我都安排好了之后 我就自己找到一个 密接的地方 我说好像发现 自己去哭 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有去家的人可以心情稳定 不要他们有一些过急的想法 也希望大家 在面临这个抗疫的过程当中 都能明确我们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还想远程抱一抱这位小姐姐 大写的心疼 我相信这个网告员真的是非常辛苦 也希望大家伙能够多多理解他们的工作 大家尽力配合 让防疫顺利开展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担当 要说感人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防疫一线上的有趣场景 好 说这个最近呢 吉林通话的防疫人员滑雪下山的视频就走红了网络了 说为了给这个隔离人员家里边消杀 这大白们呢是爬了半个小时的雪山 结果到下山的时候 简单粗暴 直接滑雪下山 这上山半个小时下山三分钟 厉害了 多可爱 是不是 这苦中作乐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对不对 从哪跌倒 咱们就从哪滑下去 冰天雪地 说实话 真是辛苦大白了